佩尔求其次先守到抢到手的领土再说 而受到攻击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就是巴赫姆特 乌军边撤平民边防守 有士兵甚至说距离俄军只有近到100公尺 还能听到敌人说话的声音 镜头所到之处只有断缘残壁 乌军正急忙撤离民众 因为俄军在巴赫姆特攻击只会有增无减 士兵形容有时甚至离俄军只有100公尺 一分钟内可能就断兵相接 乌克兰官员也表示 俄罗斯正炮轰盾内刺客整条前线 可能是想巩固目前占领的土地 普清重申乌克兰与亲俄分立分子 八年前协议停火 西方却在这之后协助乌克兰加强防御 让俄罗斯感到背叛 不得已武力自保 普清甚至暗示 可能放弃不先动用核武的原则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在下周G7举行的今年最后一场峰会上 将讨论目前俄乌局势与解决方法 他周五与英国首相苏纳克通话 也提到第一夫人欧伦纳推动成立特别法庭 起诉俄罗斯侵略罪的努力 CNN报道目前乌克兰有地区 可能一段电就是好几天 在零下低温的天气中难以度过 联合国也警告目前乌克兰正处于人权紧急状态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宣布将再增强对乌克兰的军援 并使言阻碍俄罗斯与伊朗发展关系 详情交给记者李作恒 好 在这一次的恶物战争当中 我看到之前就一直传出说 伊朗有支援俄罗斯无人机 好让他们后勤的补给可以是充足的 当然这个消息是被伊朗否证的 不过现在美国就相当的强硬 白贡国安会议发言人科比 他就提到说 华府将会致力阻碍俄罗斯和伊朗发展关系 到底怎么阻碍 说再提供乌克兰2.75亿美元的军援 要强化空防以及要击落无人机 而另一部分我们来看到 像是英国驻UN大使就提到说 伊朗已经攻击俄罗斯 数百架的无人机了 而且让他们可以在 无恶的战事当中来使用 俄罗斯是尝试要取得更多的武器 看起来双方关系非常的好 所以俄罗斯将会以军事 以及技术相关的支援 来交换数百个弹档的飞弹 这个堪称是前所未有的等级 当然面对西方国家 这些指控 俄罗斯是没有承认的 他们不正有用伊朗的无人机 来袭击乌克兰 不过现在确实 乌克兰在当地很多的机器设施 是遭到破坏的 所以整个冬季可能会出现 电力短缺的情形 当然一般的民众都非常的畏惧战争 乌俄战争在颁布动员令之后 双方就各自出现许多逃兵的现象 日本媒体就公布一张 不以服役的诊断证明价码 继续交给作衡 好 面对俄乌之间的战火 持续的紧张 现在为了要让整个兵力 是更加充足的 所以乌克兰他们有征召令 可是现在这个就传出说 有些有钱人 他们透过一些方式 要来逃避征召 怎么办呢 像是这本共同社 他们只有一篇报导提到说 传出说乌克兰很多的人 他们要来逃避征召 就会找医生来开具 不以服役这样子的证明 也就是要来逃兵 那么这个时间 其实只要花一周左右的作业时间 就可以拿到这张证明了 不过他是需要一些代价了 这个代价就是一张 要价15到30万台币左右 所以这真的只有有钱人 可能才能够负担得起 不过另一部分 现在西方国家说要制裁 而俄罗斯的总统普钦 他也有反制裁的动作 G7以及欧盟还有澳洲 他们同意说 对俄罗斯海运的缘由 要设定这个价格上限 而且价格上限将会是设定在60元一桶 所以普钦就说 他可能会透过石油减产的方式 也就是拒绝出售 来应对西方国家的制裁 美国CIA千方百计设下圈套 抓了一名恶名昭彰的俄罗斯军火商 他叫做布特 结果却把他无罪释放了 原来是要拿他来换取释放 美国的女兰球星格林娜 引发美国国内的批评声浪 而普钦为何选择军火商 背后有哪些其他的意义 再交给作恒 好 美国借由军火商布特 被释放之后来交换俄罗斯 可以释放他们的 女兰球星布林娜 但是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意义呢 很多人就在说 这个交换 到底大家不认识的 军火商布特他又是什么 何方神圣有多重要呢 其实他在苏联时期 是担任俄罗斯军方的翻译 也就是说为情报局来工作 根据CNN就显示说 他在1990年2000年的年代 是出售了非洲大量的小型武器 甚至被指控说提供给 代打组织相关的武器 当然他自己是否认的 而在2008年的时候 他遭到诱捕 2011年的时候 美国是判了他25年的徒刑 而他也被称作是死亡商人 现在为什么俄罗斯也很积极的 希望他能够被释放呢 就传出说布特促进俄打地缘 在政治目标上 当然也是俄方的资产 而且对俄罗斯的精英阶层 传出说他跟他们关系也非常的好 所以有他的重要性 普清当然就想要讨好了 就自然就曝露出普清的一个弱点 而美国总统拜登就说 两名囚犯的罪名以及刑期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当然也引发一些批评 说这让步会不会太多了一些 而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 就提到说 这个换球不代表说双方的关系 隐身就此是改善了 布特的获释只是提醒说 祖国没有忘记你们 美国国务院等部门 在国际人权日前夕 一口气对17国涉及贪腐 和侵犯个人权的个人和企业 进出制裁 当中包括大陆西藏的官员 以及大陆在美国上市的 远洋渔业公司 对此大陆外交部回应 美国没有资格扮演世界警察 对别国进行制裁 美国以涉嫌侵犯人权 对5名中国籍官员和公民 提出制裁 包括西藏公安厅长张鸿坡 美方指控他在职期间 任意拘禁虐待平民 制裁名单上还有大陆 平潭海洋实业 和大连海洋渔业两家公司 美方认定他们涉及强迫劳动 不支付船员薪水 甚至肢体暴力 导致至少两名船员丧命 美国制裁方式包含 冻结企业个人在美资产 和禁止入境 平潭海洋实业是在美国上市企业 这也是美国财政部 第一次制裁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企业 此外美国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表示 也会针对与这些公司 有关联的157艘悬挂中国国旗渔船 实施制裁 此外几乎同一时间 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表示 将进一步调查大陆新疆的 人权问题 TVBS新闻鲁狂龙 李敏珍 综合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台 各位观众朋友 您好 我是婉杰 欢迎继续舍电TV视运台 下午三点钟的整点新闻 首先带您一起关切的 今天周末假日 不过好几家企业忙着打探消息呢 这次是